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据说它是北美洲唯一一座被城墙环绕的城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特之父 1608年 查普兰在这里建造起了第一座房屋 魁北克的建成史便由此开始 到了1832年 魁北克作为一个军事重镇 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 全城四分之一的建筑是军事公事 城中四分之一的人口是军人 魁北克位于亚伯拉罕平原 有一场加拿大历史上最重要的战役 就发生在这片旷野之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魁北克的历史并不都写在文字中 而全部写在了建筑物的石头上 刘砺 3 5 葫 魁北克被完整保存 这要归功于一位情趣高雅的爱尔兰贵族杜弗林爵士 1872年他来到魁北克担任总督 到任时城中正在拆出城墙 这位爵士勃然大怒 把拆墙的市政官员骂作野蛮人 接着他调来了一位英国建筑师 重新规划了魁北克的市政蓝图 并为城墙重新修建起城门和塔楼 城墙被保留下来 今天已成为魁北克的标志 无论过去还是将来 他都是魁北克人的骄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